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許冠傑的網上演唱會圓滿結束 大會宣布在演唱會舉行的一個小時內 錄得了255萬總觀看人次 這個數字當然相當驚人 亦是近年本地網絡直播中少見的 演唱會完結了 只不過當中引起的紛爭還是如波未了 主要都是關乎到林鄭 今天突然在Facebook那裡 向Sam獻上了死亡之吻有關 自從她在Facebook出了一篇貼文 去力撐許冠傑這個演唱會以後 使得很多人都將這種不滿情緒 牽怒於許冠傑 就說到底你是否在搞維穩Show 為何你這個Show可以在無線播放 實情也不可以無線播放 就連ViuTV和港台電視都可以播放 若然不喜歡TVB 就大可以轉台 甚至乎網絡上也有很多平台 進行同步直播 所以這一點爬來也無謂 至於另外有一群網民又說 我要霸體你這個演唱會 因為林鄭幫你許冠傑打氣 這就真是無妄之災了 因為是林鄭主動獻身幫許冠傑打氣 而不是許冠傑要求林鄭這樣做 變成沒有理由遷路於許冠傑 應該把矛頭指向林鄭 這一個演唱會製作總監蕭朝順 他就出來澄清了 就說他們絕對沒有跟任何一個政府部門接觸過 阿Sam搞這個Show只有三個初衷 第一就是支持那些前通理琴行的失業手足 第二就是為香港人打氣 第三就是要唱給全球阿Sam的歌迷聽 就是這麼簡單 阿Sam也說 對於那些人怎麼想呢 他就只有四個字回應 就是笑罵遊人 也不會再就這件事有任何回應 他就引起了自己那首歌 沉默是今裡頭其中一句 笑罵遊人耍脫地做人 實情他不回應也是好事 繼續回應只會令到這件事沒完沒了 許冠傑的演唱會總監又這麼說 才子陶傑就在Facebook那裡串林鄭了 他怎麼說呢 他就說 一個欲傑兵稱的女仔 如果是不幸慘遭狼吻 大家都知道 是一件多麼痛不欲生的事 香港曾經遭到狼吻已經五年了 這個狼當然就是CY 好了 香港歌臣許冠傑想不到慘遭俄吻 即是林鄭 竟然惹來香港九成人都不喜歡你的一隻野飛過來 親一口兼代言 你說是否復活節的MeToo大災難呢 這個世界上有冤鬼有死鬼 衰鬼撞鬼還有個色鬼 想不到還有個抽水的醜死鬼 天才與白癡你癡定我癡 五點鐘人家就在網絡正能量開show 個個就等看 回你的林鄭那裡 不要黏過來好不好 出小句聲 慈悲為懷 請當幫忙一下香港 才子這一篇文章當然就是摘地有聲 抽到你林鄭面懵懵 林鄭這些也是多鬼魚的 人家開show又沒有跟你有任何的接觸 你自己貼過去 還要貼一張舊相出來整股人 明明那張照片就在去年 阿Sam與阿Tem的演唱會 即是譚詠麟許冠傑演唱會的時候拍的 現在就忽然間貼出來 說要支持許冠傑 很多市民看到譚詠麟那些照片 都眼火爆了 連他的CD都扔爛了 黑膠碟都弄爛了 你弄這張照片出來說要支持許冠傑 你說是不是搞笑 而且你本人自己都要被毀 明知在民調當中的評分這麼低 九成人都反對你繼續擔任行政長官 你撐誰就死誰了 你還說要去撐他 到底你是不是想找多些人陪葬才是呢 這真是奇怪 你都明知自己是聲名狼藉 還好意思去撐人 你只會搞到別人一塌糊塗 就算說選舉 你都要找一些得高望重 或者得人喜歡的人出來幫你撐場 沒理由找一些犯重憎的人出來 那時候你林鄭就是犯重憎 過去的大半年你做些什麼 你自己心知肚明 還要走出來說要撐 實際你應該撐就撐什麼人呢 撐民建聯 蔣麗雲 或者蔣麗雲的姐姐 蔣麗萍都是唱歌的 不過現在是唱聖詩 以前都唱流行曲的 你就去撐他 或者你撐張明敏也可以 他唱這個 我是中國人 我的中國心 你沒理由去撐許冠傑 人家都沒有要求你去撐他 實際這件事 我就覺得 歌神許冠傑都相當不幸 為什麼呢 因為市民將那些不滿情緒 從林鄭身上 轉移到許冠傑身上 正如我剛才所說 就是無妄之災 實際許冠傑今次搞這個演唱會 正如他自己 或者是阿彈鄭丹瑞 或者是他那個製作總監蕭朝迅所說 就說要為香港人打氣 就說要為那班通理琴行的失業員工 來做支援 他這樣說的時候 大家就先相信 若然在疫情過後 他再開一個正式的演唱會 大家大可以不買票 現在免費的 就照看吧 這些金曲都是我們香港人耳熟能長的東西 另外我就在網上綜合了一些 批評許冠傑的意見 我們又一起聽聽不同的聲音 有些網民就批評 許冠傑不知是否現在年紀大了 就開始唱歌不夠氣 和聲喉有點沙 我相信 絕大部分的市民 在目前這個階段 去再聽許冠傑出來演唱的話 就不再是聽那些音色 或者他唱歌技巧等等 而是聽什麼呢 就是聽幾樣東西 第一就是人情味 第二就是香港情懷 第三就是集體回憶 因為實在很多市民 都是聽許冠傑的歌長大的 大家一起從那個年代走過來 許冠傑的歌 又陪伴著很多人的起起跌跌 風風雨雨 所以一聽許冠傑現在演唱的經典金曲的時候 就有那個共鳴感了 有部分年輕一點的 比如說九十後千禧後 也都未必會抗拒他的歌 因為可能他們想從許冠傑的歌當中 回憶一下追憶一下 我們香港的黃金歲月 黃金的年代 就算有些人未必是有許冠傑的歌迷也好 對於他的歌 怎麼都會抗一兩句 為什麼呢 因為他的歌實在太出名了 在不同的場合都有機會聽到 至少有一首叫做《財神道》 每年過年 無論超市也好 商店也好 電視台也好 電台也好 怎麼都會播一兩次 所以一定會聽過 如果在香港生活 除非你是新香港人 另外我還觀察到 有些人批評許冠傑 就說你在過去的大半年 都沒有就香港的時務 發過半句正義的聲音 你都沒有就抗爭手足 青年同胞 講過半句好話 那我也不能夠排除 他今次出來開這個網上演唱會 可能就是為了 當疫情過後 他要開一個正式演唱會的時候 所製造的一個PR 公關show都未定 這件事我都無謂諸心之論去估 因為到期時大家就可以不買票 現在免費255萬人次 真金白銀要給出來的時候 可能就沒有那麼多人支持 至於說他沒有發聲 這件事比較奇怪 第一 因為沒有發聲的藝人 就不止他一個 還有很多人都沒有發聲 徐小鳳都沒有發聲 沒有理由逐個不發聲的藝人 或者歌星都走去質疑他 或者否定他 純粹他沒有發聲 第二 許冠傑都沒有自稱是黃絲 或者是黃色演藝圈的人 起碼他沒有動過牌出來 寫著香港人加油 然後引人落搭買他的演唱會票 若然是有的時候 你當然可以罵他是這個藝王 因為過去大半年 你都不發聲 現在就說自己是黃絲 或者香港人加油 走去輿論大眾 但他沒有這樣做 我亦都同意一件事 就是市民不應該把主觀感情投射在他身上 因為喜歡聽他的歌 而覺得他是黃絲 我覺得這件事也是很無謂的 因為他事實上就是沒有表態 但他亦都沒有表態自己撐警 他可能心想什麼我們也不知道 但他起碼沒有出來這樣做 他跟譚詠麟的差別就在這裏 譚詠麟就是主動自己撐警 然後在撐警台上 在這裏喊喊喊喊喊好 但許觀傑也沒有這樣做 另外我就覺得 不應該因為個人的起戶而影響判斷 即是你喜歡某一個歌聲 或者不喜歡某一個歌聲 而作出一些不公穩的評論 比如說有另外一些歌神 他明明幫助大陸官媒唱維穩歌 但在網絡上的反響似乎沒有什麼 而這次明明就是林鄭主動獻身走去 華為有許觀傑打氣 反而招惹了這麼多不滿 大家看到的差別就在這裏了 似乎那條線拉得不是那麼一致 似乎那個標準是有少少搬龍門 上次就好像看不到一樣 今次就用了顯微鏡去看 那就略嫌有點無謂 其實這個社會都是百貨應百客 如果喜歡聽他的歌 或者覺得有共鳴 那就走去按進去聽 又不用錢 若然是覺得 喂 我不再支持他了 因為林鄭去支持他 幫他打氣 許冠傑又不許絕 有沒有搞錯 那就不聽了 或者遲些他真的開賣票 演唱會的時候 沒什麼光顧 很閒的 但沒理由 因為林鄭主動獻身 為他打氣而爭了他 那豈不是很愚蠢 其實許冠傑 他奠定了粵語流行曲 在香港樂壇的地位 他是有功勞的 在他以前 粵語流行曲的全唱度是很低的 主要是聽歐西的流行曲 但自從他出來以後 粵語流行曲的地位就提升了 為什麼呢? 因為他本身是香港大學畢業的 而且當時他的形象也很好 經過他的一輪發展以後 才有後來這個香港流行樂壇 第二件事就是 許冠傑的很多歌曲 都是以粵語入文的 比如說趕快去找工作 人必須知道自己的用途 或者是那些 疼你 你乖乖的 我一定會疼你 或者是半斤八兩 做到隻跡的樣子 這些歌曲正正就是用了粵語入文 就是用了我們日常生活熟悉的語言 融入了在歌曲裡面 香港有些本土派青年 你們經常提倡那些粵語入文 許冠傑在四五十年前 已經在做相關的事 所以不用聽到許冠傑的名字 就有些起降 或者覺得 這些都是以前的舊東西 或者他現在已經過氣了 或者他是代表著舊那一套理念 舊那一套精神 代表這個獅子山下的精神等等 我覺得胸襟可以闊一些 看一些他值得學習的東西 如果你認為有些東西 他代表的理念或者價值 你是不喜歡的 那就不要學那些 但每一個人 其實一定有一些東西 是值得你學習的 除非是像何君堯 或者林鄭那樣十我不赦的人 好了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